还是更关注的就是马英九 那在刚才其实也看到他跟这个 宋涛也已经见过面了 那当然彼此之间都表达立场 当然呢共同讲的就是 两岸和平很重要 你怎么看这次的这个会晤 先请教一下亮哥 其实这两件事 我的感觉啦 不是中国跟美国套好的啦 就是 这个 马英九当然是基于两岸 他认为目前台海有一些风险 像金门撞船之后 目前气氛非常不好 那他是有死病感的人嘛 他是受邀 是国台办邀请他去的 你要对比一下 他上次去宋涛是第四天 才跟他见面 那这次是第一天 第一天 所以宋涛邀请他 就表示习主席一定有交办 认为目前稳住两岸关系很重要 所以不然不可能说 你早就知道你见得到习近平 而且就是你看马英九这次 比上次要低调非常多 就是他4月8号才会见到习近平 那今天是4月1号 所以他就没有像上次这样 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上次就很明显 他要讲中华邻国之类的 这次他就是低调 然后到了8月才是 8号 8号才是 他跟习近平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 那当然他要讲什么我们不知道 可是重点是习怎么回应 所以他是做机会给你 让你把两岸的 你觉得是马英九想讲话 而不是习近平想要讲话 习近平当然想讲话 可是马英九他还可以讲话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 习近平当然想讲话 宋涛不就帮他讲了一些吗 对对对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 是你马英九去嘛 对 那马英九去你当然要 我不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 比如说他是不是要对 九二公司的内涵做确认 那就有人在讲嘛 说到底要怎么表达 之类的 我不知道 那重点是习近平如何回应 那回应之后就跟打撞球一样 回来之后那民进党怎么回应 然后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跟党团怎么回应 那这个就会联动出一种氛围 因为他是重要人物 可是他没有任何官职 可是他却非常奥妙的成为这一局里面 习近平可以信任的人 是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会关注这次马锡二会 不是啊 我们台湾的人有谁能够见到习近平啊 习近平讲出来就是最后的大陆的立场 那罗生伯格来台湾我认为跟这个两岸是没有直接关系啦 他基本上是来 就是对待亲的不放心啦 所以总是要了解一下你们520就职眼说到底要怎么写 你的论述的结构是什么啦 因为罗生伯格就是布林肯的直接代表啦 那表示拜登在意嘛 那美国再怎么样也不要在5月的时候 让台海变成另外一个冲突点 因为拜登已经光是加煞跟乌克兰就已经快要昏倒了 我再来处理台湾问题 而且坦白说啦 要处理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 搞不好中国还能帮上忙 所以他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就不要 希望台海不要有变数 好 来 韩冰 不过现在你看台湾方面加强防备 现在你看这一次4月19号起 会有汉光40号演习电脑兵推 连续进行8天7夜不得了啊 8天7夜以前没那么久的耶 这是史上最久的兵推 为什么需要那么久呢 根据国防部长说法 这想定是未来5年内 我方这个敌情的状况 所以要搞到这么久 所以其实照理来说在这一段 就是新旧政权要交接的时候 你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兵推 或是演习都不是很好 结果我们现在一个是在前线 要直接做实战演习 然后现在在这边要弄一个 8天7夜的汉光兵推 我觉得这个意味着什么 是在一直不断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520前后会很危险吗 是会出现 有可能出现插枪走火的战争状态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的不是一个 什么很好的现象 那这到底是谁受益 是美国人受益的吗 我觉得现在 对因为他这样好像一直释放出的是 而且4月还有3次基本时代 是啊是啊 所以是美国人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吗 这样做你觉得对岸会怎么想 不是罗森博哥不是说 不要这个要让两岸关系要好啊 又鼓励对话 然后大家的都看法认为说 希望不要插枪走火 这看起来像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点像是 是不是赖清德或是蔡英文 民进党想要在就是最后这段时间 表达一种立场 就是我们台湾人还是很有gots 没在怕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有点危险 因为你认为我们在前线 直接进行实弹演习 然后做这个汉光并推 你认为老共不会有任何反应吗 我认为他一定会有 他一定也会有相应的演习出现 但他可能不会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金门海来 他不会这样 因为这样就太容易直接产生冲突 但他可能会在另外一些地方 比如说澎湖啊 比如说东沙 比如南海啊这些地方 我就来做一些大规模的演习 那 因为我澎湖很近的 对啊澎湖很近啊 对啊 对啊 那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 解放军的船舰经常在澎湖附近出没 对啊 这个其实已经是很严重的状况 只是我们政府不跟你讲而已 那接下来会不会直接选定 就在澎湖旁边不远处 甚至就在海峡中间的地方 我直接进行一个演习 那请问一下怎么办 我们是要当做没看到吗 那真的就是插枪走火的几率就升高了 对啊 所以我是不懂为什么要在520快要交接之前 选在4月做实弹引擎 而且是直接在前线 这个其实是真的很敏感的 这是美国人受益的吗 我真的很怀疑 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出现不确定的状况 我觉得两岸之间现在最怕的就是不确定的状况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